大共一生 万类拼新金 方英虽卡卡 但诚意满满 赖兴得出席客家贡献奖表扬大会 在提醒民进党对客家族群贡献最大 陈水扁总统上任之后 推动客家新文化运动 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他就推动客家新文艺复兴运动 要延续绿色执政之外 赖兴得也有新目标 特意应该成为在公共服务的议员 特别是在公务机关里面 或是在客家的乡亲生活居住的地方 争取客家乡亲支持 赖兴得下达全国动员令 1月3号在全国817个路口 号召支持者站出来护台湾 同步线上串联 将美德迎台湾标语拍照上传社群 这些都是希望唤起基层支持者的热情 跟其他还没有决定最后要投给谁的选民 可能更了解我们这一阵子提出来的政策 最新民调也为赖萧佩灌注士气 根据美岛电子报调查 赖萧佩突破四成天花板居灌 更以11.1%与第二名的侯赵佩 28.9%拉开差距 而观察近期四波民调走势 侯友宜从指数赖兴得4.9%到9.5% 再到9% 一周内变动幅度加大 也未见止跌 大概侯友宜最大的关键 还是在于凯旋院 他的危机处理太慢 侯友宜本身也是新北市长 那如果说你真的认为他是违建 你定调他是违建 那你就拆啊 又说他是拍照列管 可以就是暂缓不用拆 那一方面你又一直打 然后一直说要拆 所以你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来因近期狂打赖佳维建的反作用力 也反映在民调上 进行为中